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回到家就发现了倒在地上的爷爷 爷爷临死之前告诉杰克 自己年轻的时候待过的一个小岛 岛上的城堡是一所孤儿院 里面住着一群异能者的小孩 爷爷让杰克找到这个城堡 去见一个鸟人 他会告诉杰克所有事情的真相 杰克同家人说起这件事 每个人都不相信他 还让他去看心理医生 爸爸为了让他不再胡思乱想 就特意带他去爷爷说的那个小岛去散散心 杰克到了小岛上 只发现了一个被炸成废墟的城堡 根本没有人居住 别人告诉杰克 这个城堡早在1943年 就被炸弹炸成了现在的样子 就在他觉得这不过是爷爷讲的一个故事时 那群异能者的小孩竟然真的出现了 他们带着杰克经过一个山洞 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爷爷口中的那个奇幻城堡 这里的小伙伴都有特殊的技能 有的力大无穷 有的手能生火 有的可以隐身 一个穿着特纸铁鞋的女孩引起了杰克的注意 原来女孩身体特别轻 也有会飞的能力 杰克非常喜欢她 大家也都很欢迎杰克 佩小姐是这里的园长 她的技能是变身成一只鸟 这只鸟可不是普通的鸟 它叫做回石鸟 可以任意选择一天无限24小时循环 而这个城堡 就是佩小姐创造出来的 永远活在1943年9月3日的时光圈 因为当天晚上 德军就会炸毁这座城堡 所以佩小姐就要在炸弹爆炸前 手动重启一次时间机器 避免大家被炸弹所伤害 她告诉杰克 全世界有许多拥有她这种能力的人 他们都可以创造出一个时光圈 保护这些异能的孩子 不被伤害 当杰克询问爷爷死去的原因时 佩小姐告诉她 她的爷爷也是一名异能者 她的能力是可以看见一种隐形的怪物 视魂怪 这种怪物专门吃异能者的眼珠子 其实 视魂怪曾经也是一群异能者 其中有一名叫做巴伦的人 她厌倦了这种历程不变单调的生活 她想突破时光圈的限制 可没有想到 他们的实验失败了 所有人都发生了异变 变成了现在怪物般的视魂怪 他们发现 吃异能者的眼珠子就能变回人样 于是他们穿梭在不同的时空 到各个时光圈 去伤害异能者 杰克毕竟是客人 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就要回到自己的时空了 当他刚回到2016年的世界 就发现有人失去了双眼 杰克知道 视魂怪已经来到了小岛了 就想回去给佩小姐通风报信 可当他从山洞穿越回城堡时 一个人也尾随他来到了这儿 那个人就是巴伦 这一切都是他下的圈套 目的就是要抓到佩小姐 于是他挟持了杰克当人质 抓走了变成鸟的佩小姐 佩小姐被抓走后 因为杰克遗传了可以看到 视魂怪的技能 就当起了大家的头领 他带领大家穿越时空门 去解救佩小姐 在战斗里 所有小伙伴都发挥了自己的技能 将巴伦一伙 视魂怪全都打败 成功地救出了佩小姐 因为时光圈导致的时空差异 杰克现在在爷爷没有死之前的时空 因为他爱他的爷爷 于是决定留下来陪伴爷爷 后来爷爷发现了杰克的秘密 原来他一直喜欢那个会飞的女孩 爷爷鼓励孙子去追求幸福 于是杰克开始了时空穿梭之旅 通过世界各地时空门 终于回到了那个年代 遇到了自己喜爱的人 影片到此结束 好了 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别忘了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